简峰爸爸 你看把这孩子打成这样 哎呀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这么回事啊 你说 简峰平时在学校挺认真的 挺努力的 脾气也不错啊 是 然后今天我不知道怎么了 他就把这孩子打成这样的 用接力棒打的跑步的时候 哎呀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简峰呢啊 简峰那呢 你干什么啊你啊 你给我过来 我不 你为什么要打人啊 啊 他骂我 哦 他骂你就打啊 我以前也瞒不你 你打过我吗你 你赶紧给我陪你到下面说 哎哎哎 简峰爸爸别打架 在学校打架不好 不是不打架 这孩子我说 哎呀 哎呀 这怎么回事 他受伤这么严重啊 这谁干的 妈不 哎这是我干的 我干的 你干的 不不不 是我儿子干的 我儿子 对不起 哎你们家怎么叫孩子呢 怎么斗手打人呢 你看你看 你看我家小智受伤这么严重 我跟你说啊 我家小智就是有一定点事 我跟你没完 我家伤到了皮毛 没有什么 他咱们给你 走 我叫他佩莉道歉 我让他佩莉道歉 你给我过来 佩莉道歉来 我 过来 你给我道歉 我数三个数 你要不过来 我把你皮扒了 三 二 小智国 哎 你在干嘛呢 你这打架啊 是吧 谁跟谁打架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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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要把孩子打成这样 你看看 你把人家打了 为什么 他骂我 骂你什么 因为他说我是一个没妈的孩子 我说我有鹅娘啊 他说鹅娘不是蛮 他实在是太招人烦了 不 那你也不能大人 你 说闭嘴 是你骂的吗 我告诉你打得好 我刚才就应该打 你居然怎么说话呢 谢谢 我怎么说话的 我告诉你 孩子是不会说出这些话的 肯定是你们这些家长平时在家嚼舌根子 孩子学的 你们这是什么样子家长啊 我妈的家长 你好好管好你儿子的嘴 我告诉你 这有什么样的好意思 他应该怎么说呀 别说话 我告诉你姐夫 以后他再敢骂你 他骂一次打他一次 好 他由你们这样教育孩子 行行行行 你简直就 学校里 别吵 别吵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我赔你道歉 我给你赔你道歉 赔你道歉有用吗 有用 你儿子很姐姐 你别吵 我给你说 我家小智要是有什么好意证 行行行行行 行啦 你再当场 我确认他 腰背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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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背我滚什么 我叫你的 那是不是见过这种家长 哎呀 行 我说 怎么的 打完人还要有理啊 都是你护着孩子护着 是不是 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你没听刚才那孩子说什么呀 我觉得打得对着呢 就应该打 哎呀 你哪也不能这么教育啊 你看这孩子就随你了 随我不好吗 没 没什么不好的 哎 要是额娘 是我亲妈就好了 我跟你说啊 这额娘 比你亲妈还亲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过来 我告诉你 我们是皇族 一般这皇帝啊 小皇帝生日来 都不是亲妈代爸 那都是奶妈代爸 所以啊 奶妈比亲妈还亲 额娘就相当于奶妈 你亲妈都比不上 知道吗 还有啊 我跟你讲啊 尽管今天的事情 是那个人不对 但是你最后动手了 就是你不对 什么事情 都不能用武力解决 知道吗 说谁呢 不是 是想骂坏的 不是 没说你只说了 我告诉你 遇见事情 遇见问题 要思考 要冷静 要举一反三 要四两拨千斤 行了 行了 说起孩子来 还一套一套的 叫一套吧 你今天不是要去游市吗 你还去不去了 本来想去的 不是都是因为 她这个事吗 那我们先回去 看着我的双眼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 听见没有 走了 别提你爸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上次你们说结婚的事 我听到了 你听到了 那你高兴不高兴啊 咱马上就生一家人了 现在不是一家人吗 也对 现在也是一家人 那你们就别结了嘛 你结婚你就成我后妈了 后妈对小孩很坏的 你这都从哪儿 听得乱七八糟的 以后少给我看电视 听见没 不光是电视 我们班的小五说 他后妈鸡肠骂他 还扣大零花钱 你放心 我跟你爸结婚以后 我现在对你什么样 以后还对你什么样 我还是亲额娘 行 你们结婚我同意了 你同意了 行 你同意对你爸同意重要 喝点水赶紧写作业 小脏孩 对了 额娘 你什么时候跟我爸结婚了 结婚 你爸现在琢磨着 跟我分手呢 你知道吗 分手 什么意思呀 分手就是 他不喜欢我了 他要跟我分开过 咱们以后再见不着面了 坚决不行 额娘 我不要跟你分开 为什么我爸要跟你分手呀 为什么 因为 他有神经病 那就给他治好 行 那额娘就想想办法 给你爸治神经病 你赶紧睡觉吧 赶紧睡觉 行 姐爱姑 我就不信了 我还治不了你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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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准以后若干年你想起我 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回忆 脑袋掉了不过晚大的罢了 感情算什么 就让它像鹅猫一样 随风而止 飘得越远越好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行 鹅猫 今晚我让你飘够 你坐那儿 咱俩喝一顿分手酒 你别以为你穿成这样 我就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呢 心如死灰 做坏不满 别说你了 医生拿我都没什么招 你拿我就更没有什么招 我觉得我人生当中能 干了 我 我觉得你应该先叫我垫点菜 还分吗 我想我应该再喝一杯 好好地想一想 行 今晚让你喝个够 我应该再喝一杯 我睡了 我想啊 你也应该 好好地喝一杯 我们 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感谢观看 你洗不洗啊 赶紧 别磨蹭了 还要送简峰上学 快点 让自己去 男人 怎么长大的时候 女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